嗨大家好 我是小薇 我今天对自己很无语 我在这边银行办一点事 真的就是迥态百出 在这边弄公司的事情 今天还没有完全弄完 这一堆资料 到时候还要激活这些优盾 还要把卡交给财务 今天领了一瓶油 为什么迥态百出 今天填了好多资料 就营业执照上面的信息 还有我身份证上面信息 包含我的电话号码填了很多 我是很久都没有写字了 就是写的丑就算了 还要写错 写错人 就工作人员要反复的给我重新复印 好在今天小姐姐很有耐心 就反复的给我复印了几次 后来还帮我填 太尴尬了 待会我又要回南冲了 等我收到信息的时候 我还要在程度来 不过那个时候来就不用预约了 就不用卡点 就是说周一到周五 想什么时候来都是可以 就等于先把家里的事弄完了再来 然后这次回去了 我就要把我的字练起来 就最简单的 还是问这上面的那些 应该只知道上面的那些最基本的一些信息的 太尴尬了 还有最基本的 比如说要去参加什么活动 要把提前的那些台词都想好 然后把它记下来 想到这里 我就想着上次在海南防车环岛记 本来就很正常的 突然一下让我上台去讲个啥的时候 我当时就懵了 脑袋一片空白 就完全没有任何准备 然后一上去的时候 就自己就很尴尬的一种状态 就是说平时 想着我自己还是做日媒体工作 每天拍的视频 每天能练 真正让我说话的时候 我真的是说不出来 连正常说过普通话都说不好 这也显得臭 突然感觉都没信心了 一样 我的自信到哪去了 我好像除了脸皮后 也没有别的优点 我看着我这头发也是 脸上啥也没擦 然后这衣服很多天也没换 就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女人 虽然说买了房车 想要房车卖旅行 然后一想着 我那房车上面好乱 我每辆车都好乱 然后我那个公寓 对马上要装修 弄好了之后 可能以后没那么乱 但是我真的想改变一下我自己 不要每天那么匆忙 那么匆忙 像昨天晚上来到这边 已经都是晚上11点多了 我在路上走走听听 然后一觉睡到上午 他们又来拍照 然后又从公寓到这里 又很远 就这样跑来跑去 很无厘 无厘头的忙碌 自己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情 但是一直出发不了 然后我拍的视频 就像现在这样 就啥内容都没有 都被我说了两三分钟了 待会吃饭也是这样 我都好想改变一下 如果等到我真正出发那一天 在发视频的话 像这些 我可能就要停更很久 我真的不想停更 我只想今天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也不说我哪天出发了 反正就是我弄完了 就会出发 然后想看我在旅途路上的 就过几天再看 每天想关注小微 也想支持我的日常生活的话 就可以每天来打卡 我真的不会断根的 我就算断根也被发微信条 告诉大家 反正我就是一定要进步 一定要进步 因为今天我被受打击了 就说很多东西 当别人说我应该进步的时候 我自己可能很容易忘 当自己真正在那里很受尴尬的时候 对 才会想着 反正丢脸了 万事开头难 公司也是 我以后就少去玩手机了 4点半了 这里回去 差不多三个小时 回去了 明天抽两小时时间去逛一下街 再怎么说 明天是女生节 很多人说我这个头发也要修一下 不能再这样子拉里拉遢 太困了 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在这里休息一下再走 我把衣服这样搭在上面 我以前就是把这个这样下去睡的 能长到矮叶挺好的 我们就这样睡 这个没帽子 没有帽子的话就更好了 哇塞 快七点半了 这时间过得好快 晚上又要赶夜路回去了 我现在还在怀口服务区 上个厕所接着走 完了 看来又要喝咖啡了 这个还好是热的 和我一起出发 9点28到 我还有那么久 160公里 去搓个澡 洗去一身的疲惫 我已经洗头了 这上面 你看 炸开了 这头发 吃 这膝盖 变直了 太残了 最近太累了 所以来 我是年前在这里搓了背 就在这里睡 上午了 准备走了 离开这里 去吃饭 101 一觉睡到自然醒 出来就是大太阳 今天天真好 买点花 我喜欢女生节快乐 这几个字 但里面没有向日葵 我让他线给我擦 那就向日葵挺好的 积极享享 快乐 开心 你感觉 他后面比较方便 直接的又睡 我就在这里随便吃一点 待会要去逛街 给我妈买衣服 还有这花 是送给我妈妈的 待会逛街了 我就先把花 跟我妈妈的衣服拿回去 然后再去把自己收拾一下 你看我这 这美貌 然后满脸也憔悴 我朋友叫我去洗个脸 然后晚上一起吃饭 我也想给自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